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593集 从宁家回学校 上完课 夏小兰就不能再回石刹海家里 进了英语竞赛的决赛 林老师要给他搞特训了 这时候已经不分建筑系还是别的系 也不分新生和老生 要争的是华清的集体荣誉 入围决赛的四个学生里 不管谁拿了名次 谁拿了高名次 荣誉都属于学校 那就不用小心眼的搞什么小灶了 要如何去决赛 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水平 得靠华清的相关老师们 一起研究 华清的外语老师不止林老师一个 华清是有外语系的 外语系还十分有名 成立于1926年 国内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出自这个系 后来外语系暂停招生 直到去年 外语系复建又重新招生 杀入决赛的 除了夏小兰和季江源两个新生 剩下两个都是外语系的大二学生 来给大家开小灶搞特训的 除了林老师 就有外语系的教授 校午七点的时候 教授把夏小兰几人集中在小教室 先给四个人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 重新强调了一下 此次决赛的重要性 没错 是闯入决赛的四个人都到了 季江源也在 夏小兰说和他割袍断交 又不是开玩笑 季江源的眼神看过来 夏小兰冷漠以待 感谢季雅 夏小兰和季江源的八卦 学校里好多人都知道 别人不议论 不代表心里不嘀咕 瞧着夏小兰一脸冰霜 就算和季江源同学有什么 也被季江源的妈妈给破坏掉了 凡是女同学 现在都不敢接触季江源了 长得再帅 家里再有背景有啥用 有个那样的妈 大家都该离季江源远远的 女生这样想 男生倒是挺同情季江源 特别是季江源的室友们 当时季雅问什么 他们就答什么 哪知季雅是那样的人 给夏小兰同学带去麻烦 还让季江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从前多受欢迎的风云人物啊 一下子灰头土脸的 亏得季江源心里承受力高 这么快就消假来学校 这次是教育部首次举办 全国性的英语竞赛 针对的又是全国的大学生群体 谁能在决赛中拿奖 哪个团体能争得优胜 不仅是个人荣誉 也是学校的 代表着学校的外语水平 尤其是现在我国 主推英语 尤其是华清的外语系 去年才复建 百废待兴 外语系迫切想要搞出点成绩来 这一次 教育部搞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华清外语系很看重 教育部将英语 正式纳入高考的主考科目 教育部需要这次竞赛 来增加国民对英语这一科的关注度 告诉中学生 大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如何 也是向上级交一份答卷 郑重华清外语系的下怀 都想这次竞赛搞得越热闹越好 首届的名头也比较重 开山鼻祖震慑群雄 华清和京大是老竞争对手了 这种教学领域的较量 彼此都乐见其成 良性的竞争会促进彼此成长啊 教授说了一大通 见夏小兰在内的四个人不住点头 教授又加了一记重锤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 在决赛中拿到名次的学生 有机会去国外的大学当交换生 这不是空学来风啊 教育部的确有这个打算 你们也知道 今年夏天的时候 华国第一次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这是华国的体坛风采 首次在世界亮相啊 可我们除了体育 还有优秀的学生 你们是华国的储备人才 当交换生是很不错的 能亲身感受国外教育文化 美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也很浓厚 有着交换生的经历 对大家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宝贵的财富啊 交换生和留学不太一样 但说谁不想去感受下国外的世界 那也太假了 卖房自费出国的都有 夏小兰就亲眼见过 这种交换生可能是出国半年或者一年 来回的路费和在当地的食宿都由国家出钱 谁会不想去 连夏小兰都想去 在国内赚的是华币 国外赚的是美元 拿回来在黑市兑换华币 是一比十的比例 赚资本主义国家的钱 拿回来建设祖国 夏小兰一点压力都没有 去美国半年也不错 瞅瞅有没有商机 还能顺便帮余奶奶找找儿子 教授也算给大家打鸡血了 从前夏小兰从刘华征嘴里听到的是猜测 从教授嘴里说出来 那就是没有公布的事实 但夏小兰想拿奖也不容易 决赛又不是只有他一个选手 别说和其他选手争夺名次 就是华青其他三个同时进入决赛的 夏小兰也没信心赢过 全国进入决赛的一共有一百名大学生 夏小兰想到自己的口语答题部分 怀疑自己是挂在末尾近的 京城的大学 一共有二十个进入决赛的人 现在华青和京大的人数是持平的 都是四个 一些学校完全就是挂零鸭蛋 这一百个决赛名额 基本上全被各地的重点大学瓜分完毕 想拿奖 夏小兰就学得特别积极了 即将圆什么的 夏小兰才没功夫理会 有一个短期目标 夏小兰算是钻进去了 人类进化到今天 华语词句优美 其他国家的语言难道就不美吗 不为某种目的去学的话 更容易发现语言本身的美 能杀入决赛 证明大家的基础词汇掌握得很好 教授的意思是 要突击大家的高级词汇 和使用高级句型 教授说 吃到好吃的食物 看完一本好书 听完一首好歌 称赞某个人 难道只能说very good吗 还有prestentious 有jelly 或者你像头韵诗歌里 用thriven and through 是不是更容易让评委老师耳目一新 夏小兰承认教授说得对 虽然生活中不会用thriven and through 这样的古老的诗歌词汇 去称赞某人 但在决赛时甩出来 绝对比very good 有逼格的多 当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时 就如教授说的 高级词汇和高级句型 才会让人脱颖而出了 这次小灶 教授算是给大家指明了方向 决赛之前的一段时间 夏小兰知道往哪里努力 这事儿 她先不打算告诉于奶奶 若最后没拿到交换声名额 岂不是让于奶奶空欢喜一场 林老师和夏小兰顺路走了一段 还特别奇怪 你好像忽然就有了很高的积极性 顺其自然 倒势在必得 嗯 发生了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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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